掌球还是比较饱满 木土结合的掌心 有木人的好思考 也有土人的拼搏稳重 正才训工的位置虽然饱满 但是杂纹侵扰多 正才虽然旺 但是不稳 水晶秋倒是很饱满高突 口才一流 善于说服 手心明堂的位置 有很多十字纹 和朵朵梅花印一样 但是寓意却不是那么美好 代表繁星是多 时不时有钱财的外露 纹路来看是川字长 独立有主见 有的时候容易仓促行事 生命线初期锁链比较重 早年的身体素质一般 20到24岁 这几年有个大导纹 并且有一条横纹穿过 代表这个时期 生了一场病 需要住院疗养 之后身体倒是好一些 仍然有一些遗留的问题 不过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脑线有个导纹 也是和生命线同期的导纹 之后脑线又下垂 加上感情线同期出现裂开 说明生命期间 是人生的低谷期 健康爱情都遭遇坎坷 之后情线也恢复正常 财运方面倒是不错 砍工有一条延伸到 小纸水星的财线 再加上事业线比较笔直 说明在做生意方面 精明而又远见 月秋的旅行文也有多条 在外面旅行的运气不错 甚至有出国发展的机会